解放前因为通货膨胀 国统区曾经出现过拉着一麻袋钱去买东西的事情 最近在宾州也出现了一件类似的事情 不是一麻袋而是一辆皮卡车 当然原因与解放前有着本质的区别 张先生是要买一辆轿车 那么他付款用的全都是一块一块的零钱 然后张先生来提担这个车 平时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是带了38万的一些一块钱的 这些钱是张先生用一辆皮卡车拉到汽车销售店的 车内后排座位上堆满了装钱的麻袋 据了解张先生买的车总价值38.8万元 这么多的零钱堆放在一起 足足有一米高 为了不出披露 4S店找来8名细心的员工仔细清点 5个多小时后终于将38.8万元清点完毕 张先生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 因为职业原因接收的多是零钱 平时在存钱和购物时都很不方便 这次经过与店方协商 不仅买到了自己满意的车 而且还帮他解决了巨额零钱的存放难题 这次经过与店方协商